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一位资深的事务律师 来做我们的专访 大家好 我是Taylor Rose TGKW的Swee Cholice 我是英国的事务律师Selester 我从事法律的行业已经超过16年的时间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英国买房 或者是做生意 在这里生活 希望今次我们和他分享的可以帮到他们 其实英国买房和香港买房是否有一个流程是一样的呢 只要你是找到一个对的律师 那预言上是可以沟通到的 基本上所有的准绩调查都是由律师做完的 那我们帮你做完那些准绩调查的时候 我们就会写一份报告 那报告交了给你 你一定要确保你清楚地知道报告里面的内容 如果你有任何不清晰的话 你就找我们 问回我们 到时如果你觉得这层楼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同意什么时候交换合约和交楼的完成期 作为一个Sales Agent 都是出了Offer 然后再出了M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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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 那变成在这些情况之下 可能交换合约的那个日期和完成期就不同了 那这个都是可以通过双方律师的一个沟通去达到一个协议的 那总局来说 其实买楼流程和香港买楼流程应该是商量 那有什么特别点在真的很不同的一个流程当中 我想最重要是在时间上真的很不同 因为在香港即是你十四天里面 你就会交换个民事合约 大概一个月左右一个交易就完成 但在英国因为文化上 而且他们要求买家 他一定要做完所有的进职调查 所以时间上就会比较久一点 而且再加上取决于那个物业 是永久期或者是List Hold 有租药的 那时间上也都不同的 刚才提到呢 其实英国买楼程和香港差不多 只不过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其实以你的经验来说 有什么因素呢 是令到时间比较长呢 会变成是 例如一层楼它是不是永久期 还是有租药 如果是永久期的话 就快很多 但如果有租药的话 因为我们一定要和管理公司 拿回那些管理费的讯息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地租的讯息 一般上会令到流程比较慢 都是因为管理公司 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将这些文件交给我们 第二样东西就是要考虑 你是用现金买 还是你和银行借钱的 同样地如果用银行借钱的话 我们满足银行要求的时间 又会拉长的 还有就是这块地 是不是有注册 或者没有注册 有注册的地的话 注册更容易一些 但是非注册的地 也都会拉长进度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快一点呢 你买楼的时候 你去选择那些泳狗的 或者用现金买 那这个都可以加快进度 在这个借贷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事呢 借贷一般上它们有时限的 就是如果它给了一个 我们叫做imprinciple原则上的批准之后 你基本上有六个月的时间 你要做了相关的流程 就是要找一个好的broker 那这个broker 中间人呢 有金融执照会帮你 就是中间如果lender 就是那个银行比较慢一点 他会帮你吹一吹 找一个好的broker很重要的 香港买楼有印花税 很多不同的税 英国都可以印花税 但是很多我们香港人 过来买楼时都很confused 其实有不同的税 不同的怎么计法 如果你买楼的时候 你的印花税 就由你讲回讯息给我们知道 我们帮你准备那个 我们叫做STLT的一个表格 我们帮你填交上去的 英国的税控 你一定要给你最正确 预实去讲回你真实的情况 给我们知道 那我们就会帮你上报的 我们香港人呢 就通常以为呢 会有地契成口 成寸口 那些是地契算税给你的 那其实英国是怎么处理呢 这方面呢 那其实呢 现在注册这方面 很多都是电子化的了 如果是新楼的话 基本上你拿到的 注册文件是非常有限的 除非你买那层是旧楼 旧楼就有多些 以前留下的一些契约 那些文件就会多些的 但如果不是的话 基本上 现在新楼都比较简洁些的 那在地政署那里呢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找到 我们的注册的资料在上面呢 其实呢 现在因为COVID-19的情况 现在注册的时间 的而且是拉长了很多的 如果平时 例如要用一个月的时间 可能要用两三个月的时间 才完成的 如果是永久期会比较快一点的 但是如果是List Hold的话 时间又比较长一点 新楼如果你第一次注册的时间 也都会长一点的 因为我们叫做第一次的 即是First Lease 那么注册的时间 也都会拉长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样可以证明 加物业是我买了呢 就是你打算 卖了之后 立即出卖的话 当然你自己本身 在注册这方面 你就要跟你律师谈 你要跟紧一点 希望就是你转手的时候 注册已经下来 投资者 你可能就选一些Freehold 你知道Freehold 注册的时间比较短一点 有些时候你都可以 就是将相关完成的文件 交给买家看的 但是买家就未必接受 那也都有一些情况 我们是可以同步的 就是例如你还没注册 你已经找到买家了 那在这些情况之下 那我就不需要进行 注册的流程的 你可以直接由新的买家 去做注册的事项 打个比喻 比如你跟A8卖了 但是你都未进行注册 你已经找到买家C 来买你的那层楼 在这些情况之下 那你可以直接 卖给C 那我们就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进行 注册的手续 直接由C去进行 那个注册的手续 那如果我们不幸 就遇到一些 不是太好的租客 那需要出送到律师 去处理他们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相关的服务 和流程怎么处理呢 当然有 我们的律师楼里面 有专业的訴訟律师 可以帮你处理这方面的事项 取册于租霸的情况 需不需要起诉他 他都会给这方面的建议给你的 那一般的时间处理要多久呢 还有什么文件的需要 准备呢 这个就取册于租客的一个情况 因为有一些租客是比较难搞的 当然我们可以帮你处理关医方面的事项 那至于那个时间是需要多长 这个其实要看回那个个案的 他可以去由快过几个月搞定了 但是也可以去到两年都不等的 我们知道呢 在香港人过来买楼的时候呢 都要申报他是不是第一次自入 自住还是买来出租的 那打个例子 如果他是说自住的 然后他真的自住 但是呢很快呢 他说出租出去 那在那个Bullstamp duty的税里 我们会不会有什么留意呢 那其实我们一般上 和那些客人说呢 你都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因为不要想着有一些走捷径啊 或者比较想着一些小聪明的 事实上真的自住当然是OK啦 你这个是你最主要的那个居所 但是他要看回你最真实的一个意向 那Sphere 我们是香港的朋友 现在很多时候是英国买楼 用英国的本地律师去处理 他们有时候都觉得 为什么英国律师不回我的电话 不回我的email 是不是隔整个月都没有消息呢 如果你觉得他email 你没有收到他的email 那你当然要打个电话问一下 会不会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有没有你的email 寄给他 他没有收到啊 尤其是律师楼很多时候 他们的email里面 有那些filtering system 因为可能他block了你的email 尤其是你的email 是在海外那里寄过来给我们的 我自己本身都经历过很多 在外国的客人的email 给我们 我们是没有收到的 因为他完全是block了的 那在这些情况 你就会打个电话给律师 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没有收到 有没有这些情况发生 当然我们做律师 我们都会比较喜欢 是用email的方式去沟通的 因为有一个书面的记录 也都方便我们真的存档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英国 对于洗黑钱 mail laundry的checking 都很重要的 其实作为一个海外买家 来英国买楼 当然这些钱是可以直接 去律师楼 那途中呢 你们有什么手组 要check 还有时间大概 是不是很久的呢 其实不是的 只要你自己本身 准备好六个月的银行的statement 还有你说回给我们知道 你是自己打工的话 给我们看工资单 或者你的报税单 或者是你给我们知道 你一个真实的一个收入的情况 或者如果是卖楼的话 给一些相关的卖楼的文件 给我们看 那就ok的了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的 而且这个时间都可以很快的 Sphere 做猫子程序的时候 当我们决定了用 护士楼公司的时候 其实是怎么可以 有什么要证明 或者有什么文件要签 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一般上开了档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你签回 一份比较正式的委托书 我们叫做engagement letter 那你要签回给我们 这个才是为之正式委托了我们的 那途中我们需不需要 给任何ID check proof各方面的东西给你呢 当然了 我们律师楼一定要看你的身份证明 地址证明 身份证明 例如你的护照 还有地址证明 可以有银行单 差项单 一定要是原件 要是见证件 这个见证件 就是要有律师 或者有相等的一些资历的专业人士 帮你见证都可以的 这方面人士可以是回计师 或者是医生 这个都可以的 我们可以接受的 至于那些见证的字眼 那我们律师楼都有特别的要求 所以我建议到时 如果有些情况之下 你问回我们 我们可以说回给你知道 需要哪些字眼 那你叫帮你见证的人 用同样的字眼 那就可以了 买楼程序当中 当然很多时候要文件拿回 你们通常都相信是用电邮的方式 是给文件给那个购买的 那他通常签完名之后 就可能是要scan回给你 那是不是已经完呢 那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回原件 即是就算你scan了给我们 那些签名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方便那些海外买家 那双方的律师都可以接受一个scan copy 但是原件是一定要记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我们要后补给对方的律师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设计 其实我们在买楼过程当中 我们很多文件要chip 要check 那时是很厚的 我们都不是很懂得看的 不如这样 你说重点 作为一个buyer买家 究竟要check哪一部分 我们特别需要留意呢 你觉得 法律文件当然有很多专业的名词 但是你不清楚 你可以check的东西 例如你的名字 因为始终英国他们的姓氏在后面 但是在香港我们的姓氏在前面 那你自己check 是这个姓氏对不对 还有地址 还有你那些价钱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不信心 那些词 还有一点 有点 有点 我明天 有点